国色芳华官微正式官宣男女主是杨子立宪 两人正是二大 情爱的热爱的剧粉 终于迎来了童年和韩商严的再度重逢 对杨子来说 暑期档一部播出效果不俗的长相思 让他稳稳地坐在了古偶大女主的位置上 自相灭后再次夯使了他的地位 甚至最初被嘲讽资源降级的一拖三世演员搭配 如今也成了他蔡文姬头衔的又一见证 可以说是万分打脸了 而且这种组合方式现在好像也开始盛行起来 长相思火了之后 网传有许多代表小生都想与他合作 以期待自己有如邓维 张婉一和谭剑次的涨粉速度和资源升级 所以杨子在长相思之后接的剧本就备受期待 其实早前就网传 杨子将出演大型IP国色芳华 而且出演概率很大 至于男主则传了很多人 后来又传出李宪也将出演 两人将迎来二大 众所周知 几年前杨子和李宪第一次合作了《亲爱的热爱的》 这部现代偶像剧当年可以称得上是霸平全网 李宪因此再次翻红 杨子也打破了之前网友们对他的刻板滤镜 夜市即消灭沉沉浸如霜之后 给大家呈现的第二部数七档包款剧 除了合作关系之外 杨子和李宪还曾是大学同学 所以这么多年以来 两人私下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还会每年为对方的生日送上祝福 但这次两人二大的消息一出 就引来了李宪粉丝的百般不愿 很多大粉也都列举出了反对这一次合作的原因 粉丝们最不满的地方 在于李宪屈居人下给杨子做二番 于是粉丝们撕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 甚至由网友透露 李宪粉丝成功把这个角色撕掉了 这么多年以来 很多艺人的粉丝一直争执范围的问题是有依据的 范围往往决定了角色在剧中的重要程度 在能够保证人生和剧情的情况下 范围自然是非常重要的 李宪的粉丝们不希望他继续给一些当红的女星 当二番挂件 这样对他的发展并没有太多的好处 不仅不能吃到太多的红利 之后也很有可能是无人问津的状态 其实也能够理解粉丝们给出的不想合作的理由 但实际上就这几年李宪的发展而言 或许这一次的合作对他来说是当前最好的选择 这几年李宪也陆续出演了很多电视剧 但一直到现在真正能够搬到荧幕上 和大家见面的作品非常好 他的大部分电视剧会因为题材敏感 或者是合作的演员的一些个人问题 而被羁押 至于接下来什么时候能再次和大家见面 也是一个威竭之谜 很多影视剧的制作方看不到艺人的数据 或者是抗拒能力的情况下 也不敢贸然地合作 如今的李宪确实是有一定流量的 从他的社交平台中也能够看出 随便的一些工作状态的数据 都能达到几万甚至十几万 但在很多制作方看来 这些没有办法完全地代表抗拒能力 而且让李宪合作一些没有太多知名度的小花 作为一番出演电视剧是有一定风险的 所以这一次他选择与杨子合作 或许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如果能够通过这部剧再次打开知名度 接下来选择一些更适合自己的剧本 或许会为后面的发展做一些铺垫 而且李宪已经官宣了 也不能轻易更改 更何况粉丝们也做不了偶像的决定 李宪有自己的主见 而且对李宪来说自《亲爱的热爱的大红大字》后 她的剧基本基本上都是播出成绩平平 如古董局中局 要么就是因为女主原因背训了 想要转型的心很明显 但也可谓是十分坎坷 直到今年和刘亦菲一部去有风的地方 算是有效播剧 但是这部剧吸引在刘亦菲身上 李宪显然没吃到多少红利 甚至可以这么说 这部剧只要女主是刘亦菲 男主不是李宪也有的看 就像当初谁也没想到 刘亦菲和陈晓 居然也会有CP感一样 但是李宪比较好的是 她在时尚圈资源很好 所以不管她的剧波的咋样 依然还能维持自己的高逼格 这次和杨子二搭 首先话题都有了 观众基本盘不用担心 其次李宪的古装造型一直被吐槽 属于是她造型上的挖地 这一次如果造型能够出圈 那么对于她来说 也可以撑得上一血前尺 如今已经两人已经官宣 粉丝再不满意也没有用了 想一想 当年亲爱的热爱的播出后 两家粉丝也算是和谐相处 所以啊 尔达让剧有的看 只要剧情精彩 人设出彩 造型美观 那么也是双赢 当然了 嘴欢喜的莫过于剧粉 童年和韩商言 再次在另一个时空 以另一种身份和形式相遇 这也是大家万分期待的事情 虽然也有不少网友唱衰 说这么多年 两人尔达像是回到原点 但是这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顶峰相见 毕竟市场和成绩做不了假 这部《果色芳华》 改编自一千中的同名小说 由杨子饰演的何维芳 从小在爱与关怀中长大的富家女 是家里的团宠 因为体弱多病被冲洗 而物价渣男 聪明清醒 后来果断出走勇敢创业 值得一提的是 故事发生在唐代 这意味着果色芳华将是杨子首部唐朝剧 杨子这种猪圆郁润的长相很适合唐装 别有一番韵味 早该尝试唐朝戏了 现在也算为时不晚 由李宪饰演的蒋长阳 是国公嫡长子 因为父亲娶公主做平妻 母亲带着他和离出走 在边关长大样 身形高大 五一超群 马术精湛 浮色微黑 笑起来很好看 是个争执爽朗的暖男 多次对女主伸出援手 剧中则给蒋长阳安排了花鸟使的身份 什么是花鸟使 花鸟使指唐代专门为皇帝挑选妃宫女的使者 不得不说 剧版男主这职业设定还是挺炸裂 新鲜感是有了 男二流畅 女主的渣男前夫 对女主算是得到是不在意 失去后爱上追悔莫及 后期化身 逢批追击火葬场 用网友的话来讲 这是个很有挑战性的角色 直观来讲 很呆感 而且按原著设定 刘畅长得很好看 男主是曹汉猛男 男二则是风流倜傥的玉灭狼君 男三理性是女主的远房大表哥 也是女主的青梅竹马 一直合乎爱慕着女主 可是被各种家族因素横根其中 导致爱而不得 风光阶月的公子哥和女主之间 是有些遗憾在的 至此 国色防华主要角色总结完毕 无论是自尊自强的女主 还是与女主风雨同舟走到最后的男主 或是阴晴不定的渣男前夫 又或是青梅竹马的大表哥 每个人物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目前官方只公布了男女主选角 男二男三还没公布人选 不出意外这两个角色的红利同样不小 很有可能成为内娱新一届的流量生 不过有网友透露 男二男三很有可能会合作陈兴旭和谈剑次 这个选角大家觉得满意吗 值得一提的是 该剧的作者一千众 在今年暑期还追了杨子的《长相思》 同为杨子领先主演的大女主剧 《长相思》给出了很漂亮的成绩单 剧中一众男演员迎来飞升 杨子再一次夯使了他九十花糖剧Top的地位 以至于李宪粉丝因为二番 而纷纷跑到工作室底下抵制该剧时 网友给出了很现实的回复 是的 虽然是二番 但在多数人眼里 这对李宪而言是好柄 现实是 以杨子的望夫体质 国色芳华很有可能是 李宪二次流量飞升的契机 尤其在《长相思》之后 杨子的男搭档更是成了香波波 同为一女多男 接下来就看看国色芳华 能否成为另一部经典 为娱乐圈再次赎送新的流量笑声